知道上面这幅图的东西叫石膜麻 美其名曰 叶虎 大家肯定都知道这玩意 而是用来干石膜的吧 这和唐朝皇帝有石膜关系 大有关系 不知道为石膜 这叶虎千四末旅的 就和大唐李家的人脱不开关系 李列自称 他的祖先是谁呢 是十六国时期的楚梁州的小国 被称为西梁开国王的梁武昭王李浩 这一点在两部 唐书 李是有明确记载的 后梁李家 南梁突发家 北梁许区家 西梁李家李浩 又自称 他的祖先是谁呢 是大汉的非将军李广 话说李广武艺出众 原必擅射 百步穿扬 因此 北方的匈奴人都怕他 李广有一天出列 旁边依着冷风刮来 古人说 云从龙 风从虎 李广抬眼看 见一头老虎 惊出一身冷汗 王弯宫大剑 搜得射出 好家伙 平民寻百语 没入石灵中 李广一时眼花 八块儿 像是老虎的大石头 看作了老虎 居然一箭把石头射穿了 连李广都好惊讶 后来李广又回来 试射好多回 可惜再也射不进去了 可见人在面对危机时 有多大的钱呢 为了纪念这次事件 李广回去后 把自己的叶 胡做成了老虎的形状 你看上面的图 那不是老虎吗 谁知道大汉时代 也是跟风者劝中 大家都将叶胡 弄成老虎的模样了 从此 叶胡有了一个全新的名称 胡子 达官贵人用的叶胡 好多是玉做的 因此叫玉胡 玉胡 玉胡 将到大唐诗人 王昌龄的绝句 一片冰心在玉胡 浩瀚 这下好了 你李广堂堂 一个非将军 改造石魔 叶胡到了唐朝 自称为他的后代的李渊 龙玉天下了李渊 石魔 叶胡还叫胡子 不行 赶紧给我改了 你说这李渊堂堂 大唐开国之军 管人家叶胡叫石魔干嘛 原来李渊他爷爷叫李虎 是北周时期的八驻国之 一连李渊最初唐国公的 结尾都是从他爷爷那儿继承的 关于这一点 我在李世明媒和胡教堂 太祖的文章里有说到 李渊的爷爷小明 而就叫胡子 这叶胡 怎么能叫胡子 呵呵 当然 这从唐的制度上说 这叫碧会 就是对皇帝及其先祖的名字得回帝 这个制度很早就有了 譬如我们知道常山叫子龙吧 子龙是常山人 但常山最初是叫横山 不叫常山 为了给汉文帝 留恒碧会 横山才改叫常山的 这些例子很多 那叶胡 不叫胡子 还没叶胡的叫法恋 大家都叫管了 马脸疑惑 管叫石魔呢 反正不能叫胡子 否则下狱 杀头 无从此 叶胡改了个名字 叫做马子 这个浩瀚 随著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港台剧的流行 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悉 真不知道 大唐皇家的李家人 为何非 要跟叶胡较近 本文属于 新火陈原创 图片来自网络